健康2.0 凱雲陪你守護全家再升級 Grandpa 你打疫苗了嗎 大家不斷等待的BNT疫苗終於來了 第一批93.2萬劑 那麼大約再過兩個星期左右 12歲到17歲的學生就可以來施打了 不過原本好多人在等BNT疫苗 包括了341萬人都登記了 現在不知等到何時 首批BNT千呼萬喚 陳時中無論多早都要親自迎接 三巨頭各派代表 附殼催貨有功的郭董還在隔離 秦也是台積電基金會董事長的表姐 張淑芬 代為接機 感謝BNT跟復興醫藥給我們的協助 比原定的時間找到一個月 讓我感覺到團結就是一個力量 七點抵達陶機 三盤貨落地 通關划除 8點38分 四車運送進入物流中心 國內首批90多萬劑的BNT疫苗 預計要在這個-90度到60度的冷鏈技術下保存 遲來的BNT上機前復興醫藥微博 還曬出照片 但下機後復必泰logo卻不見 被質疑該不會在這時候被撕掉 疫苗搬機落地還沒消毒 這人鑽進機艙還關閉艙門 永林隨後發聲明表示 德國因廠商宣傳慣例 張貼飛捐贈單位向政府說明字樣 事先並未告知才要求抵台移除 是否就是復必泰 沒明說 但隨BNT到位 勢必衝擊高端打氣 看打一週賞約率超過13% 8月31號甚至只有504人接種 接種數雪崩下滑 BNT多夯就連澳洲不少本已經預約 第一劑AZ者 在得知會有BNT到貨 也取消第二劑預約 讓澳洲政府特別強調 接種兩劑同款 保護力勝過混打 判能直血 目前BNT優先12到22歲接種 引發不少青壯年反彈 醫師神鎮也開酸 年輕上班族別為打疫苗 改電劑BNT 否則要打空得等到冬至 好脾氣就慢慢等吧 聽到等到冬至人都慌了 因為還有好久好久的時間 第一批九十三萬劑已經到了 那麼下個星期還有九十萬劑 當然學生開學 馬上可以施打 這是好事喔 但是部長的政策急轉彎 大家現在就有很多的批評聲浪了 八月二十八號他說一百二十萬劑先供給十二到十七歲的學生來接種 剩下八十萬劑大家都可以來登記喔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來登記的 當時也登記了三百四十一萬人這麼多 結果沒想到過了幾天呢 居然過了三天政策急轉彎說 這另外登記的其他年齡層你們再稍等一下 插隊囉 十八到二十二歲還沒有接種的人呢 是可以優先來施打BNT的 這真的是讓很多人覺得很粗惡很傻眼 對 其實在八月二十八號 這個禮拜六宣布的時候呢 很多的民眾其實很開心 就是說可以打到BNT了 可是BNT當時來了這個九十幾萬劑 一開始還甚至說第二批很快也來 九十加起來一百八十兩百萬劑左右 然後會算的那個計量說 先讓十二歲到十八歲的這個學生去打 然後結果沒想到 為什麼到了三十一號 禮拜二有這個轉折說 十二到十八學生在這個高中 國中學生他們會造冊進去學校裡面打 之外十八到二十二歲 這個大學生研究生的族群 也會安排施打 這BNT有很多是二零二零年投給蔡英文的手頭主 你怎麼可以把他們給引氣了 所以就把這個插進來 所以以至於出現那個三十一號禮拜二 陳時中在那個記者會說 十八到二十二歲如果還沒有打到疫苗 也會優先排上去 就是等於就跟大家講說 這個就插隊施打 所以導致很多的民眾就覺得順序大亂 所以民眾就說那你二十八號那時候說 下午兩點可以開放什麼手機上網 登記越是登記爽的 登記心酸的嗎 不要忘記第九類 還有五十到六四歲 這一段族群第九類還有很多人沒打 從年齡照年齡從高往下施打 很難嗎 我今天早上來錄影之前八點鐘我就在我桃園平鎮那邊的接種站 我就去看到很多的上班族 他們八點趕著那個上班之前就騎車或者是開車 大部分就騎摩托車到那邊 然後就準備施打 我有問他們 他們說打完他們就馬上走去上班了 我說你們都是登記 他說沒有啊 我上禮拜六其實八月二十八號我也有登記改選那個BNT 但是改不進去 改不了 說要三十一號以後才能改 然後又說什麼要九月中以後 九月初以後等AZ全部打完了 你都沒打AZ的時候才能開放再改選 所以有幾個早上打AZ的民眾跟我吐苦水說 政府就是這樣 我等本來七月十九號以前登記的AZ 我想要八月二十八號 那時候開始拿手機要改選BNT 不能改選 就限制我 那後來有的登記了 那個登記不到天荒地老 還有的時候聽說要打BNT 要等到大約在冬季 那我乾脆 我乾脆就不打了 他說我就不打算了 我就只好認分了 就是打AZ 還不只大約在冬季 有幾個上班族就跟我講 冬季 冬季還更久 好 你看很多人說 聽到這個消息突然被插隊 多意外 多錯 多憤怒 那麼滿懷期待的三百四十一萬人 這樣子符合公平正義嗎 尤其這些青壯年 江醫師 上有老 下有小 他們三明治族群 現在好像也夾在中間等不到疫苗 其實我倒覺得說 其實疫苗的施打 他真的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 醫學原則的考量 你加入了太多的思考 為了選票 為了政治之後 你就開始扭曲變形 你知道嗎 當初說BNT進來 那實際的原因 還有包括誰數的研究也說 你這個18歲到12歲中間的研究 因為只有他先出 沒錯 他可以打 所以我們就給這一群人打 這個是大家沒有意義 沒有反對意見 可是你突然之間 就把他往上拉到大學生 那個族群 奇怪 那為了這個原則 我完全想不懂他邏輯何在 你要知道所有的肺炎都是年紀越大的死亡率越高 有共病越多的死亡率越高 這不管你是新冠肺炎或什麼肺炎都一樣 那這新冠肺炎也是同樣的一個路徑 你也知道他高齡得到的時候 他死亡率很高 那像我們腎上科的病人 只要年紀大了 他得到新冠肺炎 他腎上通常都會衰退 某一個程度的衰退 甚至有些病人會衰退到要洗腎 所以你本來就是應該要 基本上邏輯就從上往下打 給最危險的人 對 你要給最危險 投資最危險的人 最有意義是什麼 因為你可以防護他 不要讓醫療崩潰 對不對 你可以防護他 不要死亡 對不對 那你突然之間 把中間那段落掉 那跳來打這個年輕族群 你打的意義有限原因是什麼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要考慮到說 年輕族群他本來不容易重病 第二個問題是 年輕族群打VNT疫苗 他本來的心肌炎的風險就是高的 所以你把他讓過來給他打 我覺得是很沒有道理的事情 OK 那署長你怎麼看 尤其現在國際上 有排了四種疫苗的所謂等級順序 是 其實疫苗非常重要的 就是他是打在本來好好的人身上 他要預防 而且是每個人都要打 所以疫苗的研發過程 從動物實驗到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乃至於大規模接種以後的第四期 臨床實驗 這所有的數據的收集 他的安全性 有效性跟評管 這三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我是從安全性先講 對不對 他一定要先要安全 然後求其有效 然後要移植 這就是評管 好 那麼在國際上 在八月二十三號這一天 那麼BNT輝瑞疫苗 他拿到了美國FDA的完整藥證 成為全世界第一個拿到完整藥證的疫苗 意思是 不但他的這個數據已經夠廣了 非常多的人接種 而且觀察的時間也夠長了 那麼美國FDA是全世界出了名嚴格的 他對於他的安全性 有效性跟評管 有信心 他才給給他完整藥證 所以這全世界的疫苗變成四個等級 第一個等級是有完整藥證的 那就是輝瑞BNT 第二個等級是有世界衛生組織認證的 因為他用非常嚴格的標準 然後開好幾次 專家會議 甚至於還要查查 他才敢給他EUL 那就是大家所知道的AZ BNT 莫德納 嬌生 特性國藥等等 那第三個等級是 雖然還沒達到國際認證 但是人家有做第三期臨床試驗 然後拿到至少一個國家EUL的 那這個也有十幾個疫苗 但剩下一個孤零零 全世界二十二種疫苗 當中唯一一個沒有開始第三期臨床試驗 就已經打到人身上 那這是我們的高端 好 那知道會有什麼問題 我剛剛講了安全性 有效性跟頻管 你沒有第三期臨床試驗 不只你的保護力數據是沒有的 沒有數據 而且你的安全性 沒有經過一個世界衛生組織 他在認證的時候 他希望至少有一萬五千人 在實驗組的第三期臨床試驗 他才考慮 所以你都沒有經過幾萬人的試驗 那你就要大規模施打 那更不要說事實上高端 他在這個審查會議上面 大家還看到他甚至於 比如說在人體第二期試驗 跟第一期試驗的抗體效價 竟然可以差異十二倍之多 那頻管的問題也被列在決議事項三 然後他T細胞免疫的數據 沒有完整的呈現 而且在動物實驗看到TH1 TH2導向不明確 意思是說你會不會 在這個人體的T細胞免疫上面 引發的是那個傷疾50 傷疾100的自體免疫 反應太強有這樣的疑慮 所以這也是高端 讓大家非常驚訝的地方 原本沒有保護力 大家覺得至少他安全吧 舊的技術 結果施打五天六個人不幸促世了 在當中包括了六十五十六歲的陸性作家 其實年紀都很輕喔 最高才五十六歲 那麼他打的隔天突然之間就昏迷 而且送醫不治 他是到院前就死亡了 主動賣玻璃合併心胞甜色 另外有個四十歲的女孩子在基隆 他也是非常年輕 當天施打胸悶 那麼手腳麻痺居然下午就猝死了 一樣是主動賣玻璃導致心胞 雞血 還有四十四歲的桃園男子 他施打第二天昏倒不治 也是主動賣玻璃合併心胞甜色 那麼另外三十九歲的盧州男子 四十歲的新北市男子 還有四十歲的新莊女子 都這樣子突然之間就離開了 我想先問嘉醫師 所謂主動賣玻璃 他每次知道他是非常兇險的 還有心胞甜色 這到底是什麼 聽起來就是短時間就致命 其實這個病是我們急診室的 醫生的噩夢 噩夢 我們偶爾會有病人 他來跟你講說 我胸部舒服或我背不舒服 那你如果出力檢查一下 覺得有沒有心肌梗塞 有沒有看起來有沒有什麼急事 回去回去 我就親眼看過一個病人 到我們急診室才三十六七歲 然後到急診室來檢查 檢查因為什麼都正常 心電毒也正常 抽血心肌酵素都正常 然後急診室醫師跟他講說 你可以回去了 他走出門口 然後咚一聲倒下來 然後我們就趕快把他拉回來 然後發現血壓量不到了 然後後來就勉強裝上葉克膜 然後進了去檢查 結果發現是主動賣玻璃 對 所以那個案子後來引起官司 你知道嗎 因為家屬不諒解 就是我們急診室醫生 剛剛跟他講說可以回去了 沒事了 就出門口就倒了 就死掉了 所以他認為這個牽涉到物診 所以這個病是非常可怕的兇險 他的生命的時間都算分鐘的 你知道嗎 而且還有心胞甜色 主動脈玻璃 我們至少還談過幾次 就是整個動脈破裂 人倒了 基本上沒有什麼急救時間 然後甚至心胞也都出問題 心胞甜色也是很可怕 心胞甜色本身 因為我們的心臟外面包裂成膜 那這個膜跟心臟中間 其實他的空間非常有限 這中間你只要任何的血 譬如說你主動脈玻璃的血 漏到這個心胞裡面去 我跟你講 只要200cc 就把你心臟壓死掉了 你根本心臟就沒辦法跳動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急症 那今天高端出了說兩個病人解剖 三個 六個裡面有三個 三個是所謂的主動脈玻璃 甚至有人有心胞甜色 這個問題其實我們要很謹慎的 看待這件事情 因為你知道嗎 年紀輕的人 產生主動脈玻璃的機會 尤其這很多人沒有高血壓病死 很可怕的就是正常 這個所謂的主動脈玻璃 正常見就是糖尿病 高血壓 抽菸 那這些有些人什麼風險都沒有 他突然間你會跟我講說 他沒事會產生所謂的主動脈玻璃 這個真的是很難想像 你知道嗎 那有沒有藥物可以引起主動脈玻璃 當然是有的 我們常常在臨床上使用的一個 第三代的抗生素 Klinolol這一組的抗生素 在研究裡面發現 你常常使用這個抗生素 他就會弱化主動脈的中層 然後導致於主動脈玻璃 所以他有沒有可能是因為疫苗 引起了免疫反應 傷害了主動脈的一個層 然後讓主動脈就裂開 然後產生這個病人的急速死亡 這個真的是要趕快去查清楚 沒錯 不然的話 我們可能未來他還要打幾百萬劑 對 那你會不會一直出問題 你要知道他在打幾天 而且現在打了六十五萬人 後續還有什麼事情還不知道 甚至他的左劑也有人懷疑說 會不會是左劑的問題 對 其實我們確實都在討論這件事情 我記得在一開始高端的這個 第一個主動脈玻璃出來的時候 我還跟醫生在換算那個數字 因為其實主動脈玻璃 在年代急診室 他也不是一個那麼常見的比例 他的比例沒有到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為什麼 好像看到幾個例子 那時候我就在那一天 就先去查 到底疫苗會不會造成 主動脈玻璃 當天我查這個COVID-19 跟這個我們說 我們會查英文 就是因為要看那個文獻 RT Dissection 就是指主動脈玻璃 其實沒有相關文章 我在今天要錄影的 前一天我查就有了 可是他講的就在討論高端 所以確實這件事情就是 我們說比較科學的說法 就是當他出現一些異常的時候 確實我們就要退回 比較科學的本身去看這件事情 我就聽到一個學者 他的分析 我其實覺得他的分析 蠻有道理的 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每次在講 這個東西有沒有可能 會產生什麼問題 回過頭回過源頭 就是他的成分 高端其實大概有三大成分 我們要照高端這種這種疫苗 他通常會需要一個 雞蛋白去做主要的一個免疫激發 另外一種東西叫做佐劑 佐劑去讓他的免疫激發 他可以達到最好的效果 那我們知道他的佐劑裡頭 有分兩種東西 一個叫做鋁鹽 鋁鹽其實他使用的年限 已經非常久了 大概1930年就開始用 也就是我們大概 已經有八十幾年來 我們的疫苗裡頭 都會加上這個鋁鹽 所以如果鋁鹽 會有主動外玻璃 我想大家現在應該都已經聽說 也都已經知道不能用了 好 那雞蛋白 其實在過去的每一支疫苗上 他都有這個成分 所以看起來好像跟他不像 然而在他佐劑中 多加了一個東西 他是一個核酸片段 他就做CPG核酸片段 那這個核酸片段 他就回去回溯 他本身的製造這個原料的 一個美國的公司 他們確實在做某一次的研究 就是所謂的安全研究的時候 就去比照打核酸片段 跟這個有鋁鹽的 發現他的一個心肌梗塞 他那時候做的研究 是心肌梗塞 一個的比率是0.04 一個是0.25 比較起來多六倍 可是我們醫學上 他沒有就所謂的 我們所謂的 直接相關 他沒有顯著意義 直到後來他們再做了一個 更大型的四期研究 發現是沒有關聯性的 所以其實回過頭 我們在討論說高端疫苗 是不是跟所謂的 主動脈玻璃 心胞填有關 他最直接的方式 其實應該是要再做 更完整的研究 沒錯 不然其實現在 大家很害怕 敬平 大家聽到這些消息 像是八月三十一號 打得只剩五百人 你有沒有注意到 為什麼八月三十一號 打只剩五百人 也就是說八月二十三號 到八月三十一號 差不多短短八天 就一個禮拜多一點 然後其中有三例 有兩 三例前面講 剛剛講的 星胞 星胞 積雪 填色 那兩例是發生在我們桃園 那一例是在我們桃園 觀音那邊 一例是在中立青浦那一帶 所以其實讓很多桃園的民眾 其實也在問我說 是不是同一批 批量的這個問題 也在關心 其實我也答不出來 因為我不是打高端 我也覺得那時候 情況未明 其實一度引起 我們那邊的市民 有一些擔心 好 那麼現在呢 等一下還要繼續帶大家來看 很多人覺得打高端才是愛台灣 真的是這樣嗎 民調的數字就認為 百分之七十六的人 不認同這樣的看法 不過我們現在的阿兵哥 恐怕要被迫施打高端了嗎 馬上回來 高端打了65萬人 但是已經有六個人不幸死亡 其實都讓大家人心惶惶 那麼現在官員的看法 跟民眾的看法 到底怎麼樣 先來看 蔡總統她當然自己打了 這個高端的疫苗 她說不論哪個廠牌的疫苗 有個案的不良反應 都有可能要尊重醫學專業 這是蔡總統的講法 那麼至於我們的陳時中 她說高端臨床試驗3000人 安全性資料 她說符合國際規定 絕對沒有問題很安全的 接下來更重要了 預計10月到達 每個月百萬劑的目標 那這百萬劑要給誰打 這個麻煩就來了 民眾到底喜不喜歡高端 來看民調 那麼跟國際品牌相比的話 對高端疫苗沒有信心的 她打到五成五 當然還有四成是有信心的 另外願意打高端疫苗 就是愛臺灣愛國的表現 你認不認同這樣的說法 不同意的達到了七成六 如果沒得選那我也沒辦法 因為主要是當兵的話 你是軍人身分 你也不能說不要 總統指示國防部 比較志願意模式規劃入 義難打疫苗 目前還在和各部會協商中 只是現在疫苗數量較充足的 似乎只有高端 對於整個戰力評估這樣的需要 那來做這樣的疫苗施打的計畫 我們會跟國防部配合 但我們並不會要求任何人 一定要打什麼樣的疫苗 要打什麼樣的疫苗 還是根據當事人的選擇 是不是只有高端能選 官方回答很模糊 只說什麼疫苗都一樣 打不打看個人意願 但當過兵的似乎都知道 最怕的就是和別人不一樣 可能打疫苗放腰疤不打就動八道退 如果主流是要多打的話 就會被排擠 特立獨行就是不行 有疫苗就打吧 因為畢竟疫苗只會是好的 不會是壞的 畢竟新兵入武當天就是群聚的開始 能不能選想打的 打不打國產的好兩難 但就怕軍人沒實際選擇權 命是國家的手臂也不例外 好 這個我要來問一下黃靖平了 如果你現在不是現在的黃靖平 你是18歲 20幾歲的大頭兵 剛要入武去當兵 你敢說你不要打嗎 當然不敢 軍中是看理生活 又有學長 然後又有班長 誰敢拒絕 而且我以前跑國防 然後我的外甥也在 現在還在軍中志願役 那我有聽過他們講說 長官有宣導說 如果到時候開始打疫苗了 還沒有打疫苗了 盡量 我不知道是不是 所有的部隊營區單位都這樣 他們那個單位說 盡量不要去福利社 福利社是很多我們當兵的 想去我要吃泡麵 我要買零嘴 你不讓我去其實就是剝奪我的福利 所以我不知道 是不是那個營區單位 是這樣子管理 還是說推擊全軍都是這樣 那當兵其實軍人就是以服從為天職 長官說有疫苗可以打的時候 我當然相信 就像陳時中說 輪到什麼醫療 就打什麼疫苗 但是如果你選擇的疫苗 是那種國際進口的品牌 比較多人要打他 你就只好慢慢等 那你可想而知 軍中能等到莫德納嗎 不可能吧 軍中能等到這個BNT 或者是其他的國際品牌 不得了 大概只有高端 那高端打的時候 如果長官學長去打 你身為學弟 剛剛你問我 那個學弟學員 你敢不打嗎 包辦長 不敢 那我還是瓜哥打 但我心裡可能百般不願 那還是就算打了 就像之前香蕉自銷 不是叫這個阿兵哥吃 對 你賣不出去是不是阿兵哥 營區幫忙買 沒錯 好像什麼都是想的阿兵哥 只要賣不出去的 或者是盛產的 有時候阿兵哥就要幫幫忙 沒有人打的疫苗 可能就阿兵哥打 對 而且像現在國際的新訓中心 現在很多人擔心說 變成了大型的群聚場 你看阿兵哥24小時在一起 而且是密集的在一起 然後又有一些體能訓練等等 對 8月23號那一天 真的是太平洋兩岸的 連阿兵哥命運都不一樣 各位知道嗎 8月23這個BNT 通過了完整藥證以後 美國政府做什麼事情 完整藥證的概念是什麼 他現在敢說 要美國的國軍來打BNT 意思也就是說 一個藥 你有了足夠的數據 所以讓國軍打最好的 強迫或半強迫的接種的時候 所謂的為了公共衛生的意義 而要人家必須施打的話 你才站得住腳 沒錯 就我們臺灣是 連第三期試驗都還沒開始的 要去叫阿兵哥打 甚至於包括這些老師們 等等 那這個是完全違反醫學倫理的 你連第三期試驗都沒有 甚至於美國會認為 你有第三期試驗 你有國際認證 可是你還沒有拿到完整藥證 這逼迫你打都是違反倫理 那更不要說 我其實剛剛講到這個 有沒有愛台灣 各位知道 這個美國的拜登總統 他打什麼疫苗 他不是打美國純種的莫德納 他打的是美德會學的BNT 那麼德國總理梅克爾打什麼疫苗 不是打德國有參與的BNT 他第一劑AZ 第二劑打純種 純美國的莫德納 什麼意義 我剛剛講的疫苗是每個人都要打 是 所以我們不能製造分裂 不能灌有太多主觀的情緒 而是要讓每個人都安心 而且要去跨越這種不同的立場 所以我們台灣的這種操作 是完全是在科學上 跟公共衛生上面 是回到了蠻花時代的 這個錯誤的反向的操作 而且你看大家對於高端疫苗 沒有信心達到五成五 然後你說阿兵哥可以自己選 老師可以選 可是他就是沒得選 他甚至以阿兵哥來講 他還不敢不選 那老師的話你不選 你就要開始做一些快篩 每三天一次 這誰受得了 所以以網路聲浪來講的話 其實打了七天之後的副作用反應 網路聲量怎麼呈現 網路聲量看得出來 在八月十三號高端開打第一天 你有沒有看到 第二天就出現了這麼高 七萬九千多 七萬三千多 然後到了這個第三天 第四天才慢慢下滑 至少是開打之後 你看到下面這個紅色的是AZ AZ大概是兩萬九左右 高端的開打之後的出現這樣不良反應 因為第二天八二三八二四 馬上因為他反應很快 就有這個陸性的作家 就不幸的就走了 然後這個新聞 在社會引起鮮然大波 所以大家開始矚目 網路的這個聲量 尤其是負面聲量 竟然到達高點是AZ開打之後的 不良反應的兩倍以上 所以其實網路的聲量 為什麼要講網路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講 年輕的族群 從我們節目一開始講 年輕的族群 他年輕人要打什麼樣的疫苗 年輕人都會關注 你因為平常他們不關心時事 可是打疫苗 是跟他們身體健康 他們也會有關係 所以他們在網路上的討論 正能 正聲量跟負聲量 匯集到高端的第二天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年輕人心裡面想法是什麼 所以你從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 社會的一些趨勢跟脈動 好 那麼其實大家都想知道說 原本高端 大家覺得他比較安全 現在看起來 也發生了一些死亡事件 讓大家蠻擔心的 那麼另外就是高端 他原本沒有保護力 是一個大問號 而且好不容易在國際上 WHO已經看到他的數據了 這個數據要怎麼解讀 如果是從我們這張圖來看的話 他呈現了一個往上 然後接著往下滑的一個趨勢 對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一個數據的報告 其實他這是WHO上放了他們的數值報告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這個施打的時間 我們通常直接看他的保護力 會從他打完第二劑後 大概十四天後開始算 所以他在第二十九天打完第二劑高端 接下來在第四十三天 也就是大概在我們說的免疫 保護力開始產生了十四到一個月內 他再去驗一次 這個時候確實你會看到 他的保護力來到了四百九十四 也就是他的第一個高峰 但是他有幾個東西 大家可以留意第二件事情是他繼續紀錄在一百一十九天 一百一十九天 你換算就是在他打完第二劑後的第三個月 就是大概就是九十天後 這時候他的保護力下降到七十六點五九 我們如果去換算指數 大概就會是他原本最高峰的十五趴左右 他大概是到 十三十五趴 對 他大概有下降的一個趨勢 於是他在後面又再做了第三劑的補打 然後在兩百三十七天的時候 你會看到補打後他的一個免疫力 又衝上來了 所以他其實有兩個議題 我覺得可以從這個報告中看得出來 第一個議題就是他下降的時間 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現在你看到很多國際開始在討論 要不要打第三劑 他的源頭都是發現疫苗在打完之後 抗體會上升 但是始終會下降 那以BMT來講 當時BMT有一份報告 這份報告是說 他在打完第一劑之後的第二劑在八個月 八個月後他的抗體也會下降到 大概十幾趴 那這個高端你看到是第三個月 那其實這個有一個尷尬的地方 其實你仔細看 他裡頭秀的時間 就是這幾個時段 我們正常如果你真的要看 你應該是一個月看一次 一個月看一次 你才知道他實際上掉下來的時間 在高端是這樣 BNT也是這樣 我們只知道BNT在第八個月 他是到十幾趴 所以是不是他前面就下降了 其實是個問號 再來一樣高端 他是不是更早以前就下降 也是一個問號 今天事情其實是 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那當然就是我們 我們確實就會擔憂一件事情 是他的下降速度 是不是一個 我們需要施打第三劑疫苗 對 所以其實 要不要施打第三劑疫苗 這件事情 其實反而是這個報告 除了我們知道 其實高端 確實有一定的保護力 但是他可能下降抗體的速度 是不是太快了 或者是說 是不是我們需要施打 第三劑疫苗 這是這張圖 我們可以再去延伸 想像的其他議題 好 佳醫師你怎麼看這個 你看到從二十九天 然後到四十三天確實上來 但是現在大家最擔心的 就是打完兩劑之後 居然三個月 這樣倒只剩下百分之十五 如果按照目前我們申請EUA的規範 這樣才百分之十五 事實上已經等於比AZ差了 就是可能認為是沒保護力 不過我坦白講 真的 把抗體的量換想成保護力 這個是有很大的偏差 一個疫苗形成的保護力 大概有四個東西 有的疫苗才可以增加你黏膜的免疫 增加黏膜IGA的這個所謂的分泌 增加黏膜的穩定度 讓病毒不容易跑進來 有的疫苗可以促進你的自然的白血球 殺手細胞的活性 讓他可以殺滅這個所謂的病毒 那有的疫苗本身可以 增加什麼什麼素塗細胞 等等細胞的活性 最後有的疫苗可以增加所謂的抗體 所以抗體絕對不是保護力的絕大多數 甚至他 他本來他連一半都不見得是 所以你要把抗體來描寫說 疫苗保護力的代理指標 這個事情是在世界衛生組織會議上 都沒辦法成立的事情 所以本來大家所有的藥廠 都很希望說我賣做第三期壓 很開心 很麻煩 我直接就用代理指標來描寫說 我就有保護力 可是世界衛生組織 當初所有站在一起 沒辦法同意這個做法 那我們台灣手開前提這個做法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我舉個例子來講 各位所熟知的疫苗 並不是每一個疫苗都可以找到抗體 可是有沒有保護力 一樣有 就像子宮頸啊疫苗 他找不到抗體 保護力很好 好 回頭來講 我們之前的那個登革的疫苗 發展出來有沒有抗體 有抗體 有沒有保護力 沒有 他不但沒有保護力 他還會產生所謂的抗體依賴性的反應 結果病人打了疫苗就死了更多 天啊 所以其實拿這個抗體來幻想 他是保護力 這個是很危險的動作 所以也就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像這個抗體濃度原本 我們大家期待 就算真的是不管怎麼樣打第三劑 好像會飆上來 但這都還不等同於保護力飆到這麼高 廣告之後還要來看 另一個病毒殺到臺灣門口來了 而且他出現在大家吃的東西 肉鬆 月餅 荷葉包肉等等 非洲豬瘟 馬上回來 真的是多事之秋 那麼就有人憂心匆匆說 我們地球是要滅絕了嗎 像人類有新冠 然後豬有致死率 對豬來講致死率百分之百的非洲豬瘟 臺灣訪了這麼多年 靖平現在是殺到家裡來了 對 從這個8月23號開始 8月25號 26號 陸陸續續有出現了這樣的 越南走失的這個肉製品 被查出來含有非洲豬瘟 我們嚴守了三年的這個海關防疫 現在擔心說這個會不會造成 我們這個國內租資的疫情破口 畢竟養豬在我們臺灣 占有兩千億元新臺幣的這個產值市場 我周遭我的表哥 表弟 我舅舅舅媽 幾乎都是在市場賣豬肉的 我的國小同學全部都賣豬肉 我雖然不是很喜歡吃豬 但是還是會吃到 那也會去看他們 他們說現在租價 從五月初的74.26元 現在已經到九月一號 我昨天才去我表哥那邊 他說現在租價一公斤 已經是到九十三天五了 那雖然比中元節 中元普渡的時候還低一點點 但是你想想看兩個禮拜之後 就要中秋節 中秋節要不要烤肉 要要要要 要賣很多烤肉了 那時候租價又會上漲 如果這個疫情 這個非洲豬瘟沒有控制住 嚴守住的話 那真的是這個租價又會再上漲 所以其實國人預期的行李 再加上之前疫情 有些市場修飾頻繁 一下恢復一下就正修飾 一下恢復一下就是 然後再加上那個天氣熱 那個豬隻在這段時間養殖本來就不易 我們桃園地區 算是比較豬肉 黑毛豬比較有名的 再加上之前異明紀 很多是殺豬公這樣子 所以在這段時間 都會帶動整個豬價飆升 所以這個非洲豬瘟的消息出來之後 你看到沒有 不管彰化 桃園市也是 全臺灣 北中南都有 高雄 台南 幾乎目前都是在西半部 包括這個北部 中部跟南部 東部是還沒有淪陷 所以都有查出來這樣子 走私了這個越南的豬肉製品 所以奉勸國人真的來路不明的豬肉製品 或者是那個來路不明的豬肉 大家還是小心一點 可是真的太難了 你看像這個香腸 他是豬肉鹹蛋蝦子香腸 這裡面還加了一大堆 先不管一般的香腸都有可能 然後另外越南冷凍生豬肉 他居然產地標荷蘭 這還好是被逮到 不然的話 基本上他標荷蘭 就以為荷蘭來的 然後月餅 馬上就要吃月餅了 裡面的肉居然可能有問題 還有大家喜歡吃的荷葉包肉 另外這個最誇張了 在雞肉肝裡面 居然驗出了有豬肉成分 我覺得很愛吃雞肉 對啊 而且還驗出說是有病毒的 真的是人心惶惶 從去年底講說 今年整個美豬要來 然後再加上這些 大家好擔心 對啊 我想一個是我們豬農 所可能面臨的危機 另外一個就是民眾 對於食安的恐懼 去年好不容易 從這個叫做不使用疫苗的 這個口蹄疫非疫區 我們終於能夠拔針 能夠從這個名單除名 結果馬上就有萊豬進口 的疑慮 現在的非洲豬瘟 其實更可怕 為什麼 因為它太多國家都是疫區 而且它這個病毒 是對於高溫的抗性很強 它很耐高溫 所以大家現在就會擔心 雖然人本身應該還算OK 這個人畜共同在這個病上面 是還好 它在我們消化大會會被殺死 但是問題是這些廚餘 那麼流入了我們的環境 最後造成我們的豬隻吃掉的時候 就很危險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個狀況 就是政府把關 其實它需要靠政府在把關 尤其是入海空的這個入境上面 非常嚴格落實抽驗 但是卻偏偏 雖然我們看到蘇院長去罵人 但是後來裡面基層的公務員就講 其實人力也不夠 那麼這個X光的機器 還有這個檢疫犬 這個數量也都不夠 那所以我們在這麼 對於豬籠的衝擊會這麼大的一個 非洲豬恩的檢疫上面 出現這樣的破口 其實是不應該出現的 因為這個東西你如果不靠抽驗 那麼多的國家的肉品 可能有問題的時候 實在是對我們太危險了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做防疫 不論是在人的防疫 或者是在豬恩的防疫上面 它這個層層嚴密落實科學防疫 跟科學把關太重要了 我們也希望政府一定要多加油 不然這個一旦感染到我們的豬隻 實在是這個衝擊難以想像 而且據說是死亡率百分之百 然後這個病毒有多麼恐怖 你看他在冷藏豬可以活一百天不會死 在冷凍豬可以活一千天 加工肉品他都已經被加工加了一大堆 其他的東西居然還可以有三個月 那在豬舍裡頭也可以還活三十天 甚至連豬糞當中都有十一天 這個病毒好可怕 我們現在可以稍微聊一下 到底什麼叫做非洲豬瘟 其實他也是一種病毒感染 就好像我們現在一直在討論 新冠肺炎 對 然而他其實比較是在豬之間感染 他到人身上其實是沒有感染力 那他到豬之後 他會到他的黏膜組織 然後進到腸胃道 造成腸胃道有消化性的出血 所以可是腸胃道的消化性出血 有時候你看不到 他造成死亡你看不到 然而他有一些表象是可能 可以看得到 但我必須要說可能 原因是有時候你拿到的是絞肉 你拿到的是合成肉 你看不到 他有什麼樣的表象 他其實會出現一些像是子斑 所以他會在一些皮下 看起來好像有出血的樣子 你說有一些子斑是不是 對 或者是他會產生 對 就是皮膚下有那種皮膚出血的狀態 或者是四肢看起來會有比較深色的樣子 那這種通常都是我們說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做檢驗的時候 我們可能可以看到的表象 但其實可怕的地方是在 其實就是剛剛主持人說的 他的一個病毒殘留在這一個 我們說的肉品上的時間 你到了冷凍食物或加工食物 他是已經大概要到快要一百天 九十天到一千天 就是時間上非常的久 我們要知道假設今天我們人吃到的時候 因為這個這個病毒 他的一個可以適應的這個PH值 就是他可以適應的酸鹼度 三點九到十一點五左右 所以這一個範圍 其實我們只要我們是嘴巴吃進去的時候 我們的胃酸他是一點多到三點多 他其實是可能可以被消滅的 然而有時候我們會有吃不完的東西 我們會有廚餘 當廚餘到我們的這個桶子裡的時候 你要知道他是給誰吃的 他就是給 可能就是給豬吃的 噴就是給豬吃的 對 所以他其實最擔心的 並不是我們人吃到之後得到的感染 而是假設我們吃不完的時候 他又可能仍然產有病毒 他到了廚餘裡頭後 被我們自己的豬汁吃到 然後產生臺灣豬汁的非洲豬瘟的一個快速傳播 那這樣養豬業就真的完蛋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政府要進廚餘一個月 九月一號開始到九月底 但是我很擔心一個月過去然後呢 可能再延長 而且對於養豬農來講說 他們一天豬飼料成本要增加二十塊 他如果養兩千頭或者是一萬頭的話 每個月是上百萬 對 上百萬 所以豬價一定會上漲 受不了的 所以這邊豬價上漲是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當然都 不管什麼病毒都要來嚴防 第二個部分是 其實這個豬肉已經進來了 所以雷森主廚你帶我們來看 買豬肉除了剛剛說 皮膚皮下有紫斑不要碰 還有哪一些點可以觀察 那其實我們買豬肉非常簡單 就是說其實我們在 現在有一般的就是傳統豬肉攤 那傳統豬肉攤 我們在挑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就是湊過去聞它的味道 聞它的味道就是說 第一個像現在就還算是夏天 那夏天的話 第一個就是怕這個肉 會變質的部分 那會有異味 那其實這個做出來就不會美味 那第二個就是血水的殘留 那血水殘留會有一種現象 第一個就是說 就在宰殺過程 放血放不乾淨 第二個有可能就是 它已經冷凍過後 再去做解凍 那變成說這個肉就完全就 可能會有不新鮮的問題 那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在看的時候 就是看這種所謂的認證標章 譬如說像這個豬肉豬皮上面 都會有蓋什麼 對 台灣的豬好像都會蓋這個印章 對 都會蓋印章 尤其小時候看到很多 所以比較少能夠看到 都會蓋這個印章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我們去那個所謂的超級市場 這個就是我想問的 因為你在傳統肉攤 還可以看到有沒有蓋印章 才知道是台灣豬 那問題是一般的家庭 他可能去超市 去社區超商買 那到底怎麼辦 那社區超商 其實有非常 非常一個顯著的一個 一個認證的一個東西 就是認證標章的部分 譬如說像CAS 或者是小豬豬的那個標章 都可以 那第二個像我自己本身 在選肉的那個屁股 我選那個超級市場肉 我都一定去買那種 所謂真空包裝的 我比較不會去買那種 就是說用那個泡殼 然後就是保鮮膜封住那一種 大部分都這種 不管絞肉 什麼都是這種 你反而覺得這個先不要碰 買真空包裝比較安全 對 其實我就會買真空包裝 這個我就比較不會先碰 對 大概是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說像如果 像豬肉接觸空氣面酒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是會有一些 病菌的一些產生 或者說有一些接觸空氣之後 變成肉不新鮮 都有可能 了解 廣告之後來看 那麼雷師傅要叫我們做火焰飛舞 焦麻東坡肉 這是火焰料理 另外豬到底哪一個部位最獨搭 最好避開馬上回來 雷師傅你是不是今天要來一場火焰秀 對 因為最近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說我們有一些米其林公佈的 一些餐廳 現場會有一些秀 當然我們健康的臉部面 你好像蹭一下熱度 沒有沒有 其實我們就是本來就是會的 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要做這道 是火焰飛舞的焦麻東坡肉 那東坡肉我們知道大文豪 他這個東坡肉上面還綁了草繩 那你今天配料看起來這麼多不一樣 好 我跟你講 那我們就不要叫東坡肉 叫西坡肉 西方的 不要東方的 對 我們今天要用的都不一樣 第一個我們當然是用這個 所謂東坡肉專用的 這個所謂的菇老豬肉 第二個我們就是有用這種 所謂的花椒粉 然後用五香粉 然後有糖 那最主要我們今天 有放一個甘義白蘭蒂 就SO級的 OK 怎麼做 好 很簡單 首先我們把鍋子 稍微給它熱一下之後 感覺是大菜 對 先把這個油放進去之後 接下來我們先把薑片放進去 可是雷師傅 這是大菜會簡單嗎 一般像我們在家裡頭 有辦法做嗎 其實你們不要想說很困難 其實你看我準備的事來 就這麼簡單 那其實就是把它放進去 但是火候跟這個配料的部分 要特別 就是你今天的pet bowl 對 這是pet bowl 好 薑放進來 然後蔥段切 大段的把它放進來 是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豬肉 放進去 就剛剛那塊 我們把它切塊之後 一樣把它撥到這個炒鍋裡面 不用先燙過 不用 洗乾淨 好 洗乾淨 好 都把它放進去之後 開始在鍋子讓它停留一下 炒一下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放整條的辣椒 辣椒在做乳肉這種東西 辣椒建議不要切 不切 因為切很辣 OK 就不OK 我們把它放進去 稍微在鍋子裡面停留一下 接下來我們要把糖先放進去 乳肉先放糖 糖放進去之後 把它炒成有點焦糖色 然後這種焦糖色炒出來 顏色才會漂亮 所以這肉都還沒有變色 這個初期就要放糖了對不對 對 都把它放糖 然後炒出來才會有焦糖感 顏色也比較容易上色 你看我們把糖放進去之後 一下子要上色了 OK 好 嘉義士我們剛剛提到說 豬肉我們擔心說 不管是非洲豬瘟的肉 或者說是萊豬的肉 到底哪些部位最好避開 好 這個問題 就要分兩方面來講 第一個非洲豬瘟 我沒有了解非洲豬瘟 到底是怎麼 在什麼地方最多 答案是在它入侵豬體的淋巴結 跟淋巴結最多 所以如果你很怕吃到 非洲豬瘟的病毒的話 當然它不會感染人體 不過顯然在淋巴結會很多 還有豬血 豬血裡面就有很多淋巴球 豬血 對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它侵入豬體之後 它其實在豬身上 豬與豬之間傳染 最主要是靠嘴巴進去的 你知道嗎 它會引起豬隻的嘔吐跟腹瀉 這個嘔吐腹瀉 會不會感染別的豬隻 它可以引起豬肤血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病毒本身 可以傳染到我們的腸胃道 所以如果說你很擔心 吃到非洲豬瘟的話 那個小腸 大腸 你可能盡量不要碰 還有淋巴結很多的地方 譬如說頸部的肉 你不要碰 第三個問題是說 你要考慮到另外一個問題 怎麼辨識到底 這是不是病豬或死豬的肉 你要知道病豬死豬 都沒辦法送到正常的屠宰場 去屠宰 所以它常常是 有時候豬已經病得很厲害 或死掉 對 才收取回來 那收取回來的豬肉 怎麼賣給你 因為它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放學放不乾淨的問題 第二個它會有腥味的問題 所以剛剛說聞味道 還有看那個顏色 對 因為病子豬它要經過漂白 它要經過二氧化綠的去色 去味道這些處理 所以坦白講豬肉你都聞到淡淡的 清香的味道 清新的味道 代表像二氧化綠這些漂白劑的味道 你可能就不要碰它了 OK 好 所以這些撇步真的是要學起來 買豬肉不要買到有危機的 對 師傅你後來加了哪一些粉 焦麻粉跟什麼 我們加了花椒粉 青花椒粉 然後加了五香粉 下去把它炒香 炒香之後 我就把醬油放下去一起炒 一通炒 炒完之後再把它加一點水 這時候加進去肉 因為我先讓大家看得更清楚一點 我們在滷的時候要蓋起鍋蓋 OK 蓋起鍋蓋燜燒燜燜燜燜 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當然我們就是 所以燜燜燜燜一個小時 會變成像我手上這個樣子 對 會像這個樣子 顏色就會很漂亮 而且你說 這個還要稍微放涼之後 才可以進行我們下一個階段 對 因為其實這樣子的話 口感會比較Q一點 也比較不會那麼膩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就OK了 那我們接下來把這個砂鍋 燒熱 燒熱之後 那我們要做一些動作了 那這些動作 第一個 就是大家厲害的火焰秀要來 對 第一個火焰秀要來 可是在家裡頭 媽媽做這個火焰秀要注意什麼 一方面拿著鍋蓋水 是要滅火嗎 還有滅火器 沒有 我們就在戶外的時候 是可以做 但是在家裡面 我們不要稍微那麼 所以如果在家裡頭 不做火焰秀 酒就加少一點點是不是 對… OK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 洋蔥的部分 放進去 放進去 去給它做一個乾燒的那種感覺 然後胡蘿蔔已經煮了 對 胡蘿蔔把它煮了 一樣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 稍微把它放旁邊一下 這個其實鍋子 一定要夠熱 那我們接下來把這個放進去 你今天用的是什麼菜 放油菜 油菜 然後都先燙過 對 油菜放過把它放進去 為什麼要燙過 因為燙過之後 等一下我們就比較容易熟 而且比較容易這種脆脆的 所以我們原本已經滷好了 就可以吃 那再加上後面 你把它放到砂鍋裡頭 會讓它口感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你把它放到砂鍋裡頭之後 其實第一個是很好入味 第二個是比較脆口 燙過之後會比較脆口 我們就要把這個放進去 好 準備了 我們要把它放進去 滷好的 我們的西坡肉要放進來了 接下來 對 接下來 很簡單 你用了什麼酒 我們用了這個手 我們剛才有講的 把它放進去之後 來囉 對 那這樣子呢 所以要整個倒它燒完嗎 對 燒完那種感覺 那味道其實就非常棒 那整個酒香味 其實這樣就出來了 對 這樣子呢 感覺就非常棒 好 就是火焰飛舞西坡肉 完成了 完成了 這道火焰飛舞焦麻東坡肉 將肥而不膩的五花肉 滷至肉質軟嫩上色 再嗆入白蘭地提升香氣 入口即化 絕對讓你難以忘懷喔 台灣的豬肉就是這麼的棒 有各式各樣的料理 而且今天大家還學到了火焰秀 在家裡頭做的話 酒量放少一點點 對... 如果怕的話不要點火也沒關係 另外要提醒大家 最近豬肉一定要煮熟 對 其實有的時候 大家還喜歡有一點點 血水的感覺 一點點沒有熟 其實那是很危險的 要煮到裡頭切開 都是完全白色的嘛 白色 對... 好 完全煮熟 那媽媽們如果到市場 去買肉的話 記得回來的時候 鞋底稍微洗一下 也把非洲豬瘟的病毒給洗掉 大家才能夠平平安 健健康康地往下走囉 下次見 拜拜 喜歡健康20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 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